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也是能发表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从爆模式来看的话 他们的枪法非常的火热 你看 青少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那么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大家在这个论坛互动可以关注一下1136楼的留言 你会有惊喜的发现 是发放奖品的留言 快点去看1136楼 我们就不会告诉大家是发放奖品的留言哦 小秘密哦 我们没说过哦 这个是我们之间小秘密哦 不是我发的 好吧 那么队员也是正在紧张的讨论之中 是 看到论坛上面904楼的同学说 青城加油 我的积分不要了 欺凌真sorry 忘了你去了青城 我的积分都压艾记了 就算不要积分也要给你加油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 他忘了他去了 搞什么乌龙真是 不懂 其实现在对艾记来说他们压力更大 因为他们是有着冠军光环的一支队伍 他们输不起 其实我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 你看广莫老师天天说世界冠军世界冠军 其实都在给他们压力 是这样吗 不会就被你说的 对不起 那这次一定要鼓速勇气 哦 世界冠军 别叫我女王大人 好 下部ETD 双方的第二局赛已经开始 我们看到 青城的是担任保卫者一方 而潜入者一方的是IG俱乐部 IG目前对主导的控制做得非常的不错 很出色 NICE去了负面 FORME和NICE 这一次NICE从负面那个包抄非常的完美 这个才算真正的 对 而且马哲已经是 开始把这个GG架了起来 是的 好 上来的话就是一个下马威 10比5 10比5 相当于刷了你一波人 那这样的话七零的G是架不出来 现在马哲的G架在边楼的话 应该比较稳 你看这个时候真的看出来 其实青城好有经验 他们被占据主要之后 他们并没有选择出 他们并没有出 而是选择整体的一个包围 这个真的是不错 拉一把枪键 然后七零站出来 走负面非常有经验 很多队伍会在被压下的时候就选择 凶狠的往外突 然后会损失越来越多 18 转翻了 18好转的 18是撞几个 三个 这三个人哪是跳窗户啊 这跳的是火坑啊 全烧死了 而且18还活就回来了 那时候的 18的状态还OK 你看到论坛上 903楼说支持辽宁清城 七零加油 肯哥加油 辽宁清城加油 威武 你一定要赢我2300积分都压你们了 不要让我失望 顺便呢 牛哥来个黄金枪 不是 小悠桑 你刷论坛刷的好慢 我这边论坛都已经看到1200楼了 那没有办法 可能是因为你在吧 所以我的网速比较慢 好是 谁把谁的网速卡了谁的网速 是 清城这一次再次来 哎呦马哲这局你能信 还白着呢呀 哎这下没打到 好发现一个特别怪异的事情 那是个彩探 对那是我们的OB 好这一波清城的solo打出一个漂亮的四杀 那这样的话是 但是双方还是差了七个击杀 对 不着急不着急 是现在才刚开始 好枪 那这样的话七零啊漂亮 顺境 很有节奏三杀 七零的边桥 边桥主刀 你看呢919楼形容七零很有意思 他说七零就像沉睡的狮子 一旦醒来势不可挡 一旦醒来怎么样 势不可挡啊 但这样的话他就是一直在醒着的呀 那真的是挺可怕的 啊这样的话七零的局现在架不到边桥 哇 打到马哲 我们看一下两个狙神的击杀数啊 这个马哲只有四个 而七零这边有九个 有九个 看他狙神之间 那在另外一侧你看18已经是来到了15个了 嗯 开始带起自己全队的节奏 诶 那林肯为什么在这这张这张地方哑了火呢 可能一开始手感和位置都不太合适 还在找手感 我这一次青城还是对阿基行全面的压加了 哦 反超比分了 反超比分了 果然是反超了 全面压加怪卡已经是走到最深处了 冷静点啊 啊 啊 七零好闲啊 七零不敢进啊 七零怎么进啊 七零拿着这个东西要是进了就有意思了 七零心都睡了 你们就不能不要冲进去 哈哈哈哈 啊 比分是交替上升之中 你看到现在双方的这个 双方还是要把这个重名投入阻挡 没错 看来真的是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 啊 啊 肯哥和七零是一家在一起完成了一个刷屏 嗯 双杀和三杀 这样的话IJ得赶紧调整他自己的步伐 双方TD最大分差 不过8个 是18的状态目前是队伍当中最好的 他这个时候必须得赶紧站出来 帮助自己其他的队员把手感找回 NICE也很不错啊 是18和NICE都很不错 现在BEST怎么办赶紧找回自己状态 嗯 BEST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吧 BEST在第二赛季的时候 他在TD上的表现也很出色 嗯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双方的分数又拉开差距了 清晨刚才再次的把比分拉大到了有7分左右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IJ被2比0拿带走的话 这个就有点 哎我们还是别说这种话了 不仅面子上过不去 积分上十分不利啊 好IJ刚刚听完这句话说 立刻打了一波刷屏 对 这是我们对他 我对他的一种BUFF 应该听不到 这是我对IJ深深的激励 还是爱他们的吗 哦 马哲这个太倒霉了 刚刚是想描到一个人被闪光闪到 很紧 1301楼说 支持IJ喜欢他们的精神和配合 哎 确实我觉得IJ真的是代表着一种精神 给他们的团队很坚强的精神 嗯 建议坚强 人员完全没有调整的 双方打得都很针对啊 又是平了65 那巨神方面的话 马哲是10个 70这边18个 算了我不再念了 这样的话马哲黑没了呀 哎我们刚才说的是1100多少楼 1138楼 哦 不确定 还是确定 83楼 我查一下 这个是我发的呀 这个我们不能说的这么详细 大家还是要凭借自己去挖去 对对对对 你自己找啊我们不说了 反正我是发了 因为刚刚有位同学他说 1174楼没有福利啊 不可能啊 我表示同学你好像记错了 但这就是多少我们也不记得了 这次青城再次占据的主道和中厅 嗯 现在IG开始从侧面和复道 开始打一个迂回 对吧 九十楼的朋友很不地道 他复制了我的CDK 然后又发了一场说 发CDK了 以为是咋咋的 居然有假 假方文的产品出现了 下次那上面得打一个花枝小牛的水印 都有水印了 我决定了 下次发图不发字了 他这个太聪明了 你看 他会把你的这个CDK的全部复制下 然后改动其中里面的一个 再发个新楼 哇 你不要这么坏啊 去吸引所有的火力 然后自己偷偷偷偷地全冲进去 我们看到说话间 18的这个击杀已经打到23了 非常出色 嗯 西林也是20 那这样的话 不知不觉比赛过半77平 看来马哲的这个TD最高连杀有点难 是他的11连杀 杀依然是保持着我们CIPL的历史记录 嗯 看到年鹏这个最高击杀 这张脸估计至少会占到 上个赛季的 应该 我觉得今年至少能占一年吧 而且我还记得当时这位小插曲 他还自己假装自己不知道 其实他记得可清楚 哈哈 就是我们说到底是51吧 是个1 是个1 54 你先问他第一句话 你说 你杀很多人 哎 不会吧 可是你杀了51个 不是54 哈哈哈 太逗了 这个人 好 马哲 现在换成Ig把主导给佳领了 是的 论坛上1477楼说 上个赛季留下的11000积分 全部都投给Ig了 希望不坑了 啊上赛季的积分还能留下呢 他是这么说的吗 不可能 我为什么上赛季没积分啊 上赛季是全虚光了吧 没有啊我好歹有个零头啊 我记得我有71没输掉啊 没有没有了 人家最小的投注都是100吗 嗯 70应该是抹零 啊 对 四舍五入给你抹了 你们家七舍五入能抹下去啊 哈哈哈 不管 好现在我们的第三波CDK也在持续发放中 请大家密切注意我们的滚屏 哎 滚屏 屏幕下方 屏幕下方哟 滚滚滚滚滚滚 修静今天会滚多少次 要滚一天 我跟你讲真的是要滚一天 结束完再滚 李包哥我给那个短信平台好多CDK 好吧 全都是我的心血啊 嗯 你们这是要消灭大呼啊 我觉得18天有点逆天 啊在转程之间 IG再次掌握了 掌握了主动 现在局面上是 反超了对手9分 嗯 现在这个节奏就有点强烈啊 我觉得青城这边应该还是会赶上来 哎呀没关系 我觉得差不多 你看青城solo有一个三杀 哦四杀 solo这是要做 要逆天呐 转眼之间现在又是打到了93比99 我摆了 百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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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这100分好难拿 全都是青城在刷 哇 终于100分了 100比95 比分要是特别拉近 我们还是期待看到第三场比赛 是 对我们来说 新小两支队伍更多的一个较量的实际是非常好的一个享受 平了18次分 我了个神啊 看1480楼这个一定要念 他说支持马哲 支持IG 刚刚玩4F一个多月 但是深深的被这款游戏吸引 然后他还说喜欢这款玩偶 哎刷屏了 一瞬间又把比分拉拉到了11分 这是应该本场比赛最大的一个分差了 嗯 是啊 是不是最大的 应该是 NICE一直在走 在绕架 一直在绕 现在是比分拉大到了10多分 现在10分 9分 哦 麒麟啊 麒麟开始他的这样的一个 差力了 优势位置 比分现在依然是保持在10分的差距 嗯 小艾基能不能一直保持住 完了坏事了呀 怎么坏事了 iG如果是能够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 那么还是有很大赢面来赢下本局比赛的 是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短信方面 短信方面说 来自贵州安 安顺的朋友发了短信说 麒麟该是展示你世界冠军风采的时候了 拿回你属于你应有的CFL冠军 应有的 哦 18分岛比赛是 如果真的说iG如果是赢下这局的话 那么18必然是鞠躬之危的 他在一开始队友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依然是挺身而出 而且一直是冲在全场最前线 而且还有这么高的一个数据入账 青城现在需要两波的刷屏来挽回这个颓势 哦 刚说两波刷屏就来一波啊 再来一波就哇 我不敢说了 这输了得饿死我呀 那你就别说了 还是在缩小差距 现在是来到5分 我再说一句 如果青城还能刷屏的话 他们就要反超了 他们在 小牛都不敢说了 现在FOR ME和18是绕后 如果是绕后成功的话 后面全都是背 我们来看18这个绕后 一个 哎哎 双方打的有来有回 这场比赛好好看了 差5分 那就开始卡点 嗯 好 solo有入账 再乌鸦一下 在青铜这边的话 solo和70K基本上也很出色了 iG这边如果被刷屏的话就要输了 iG这边的18已经是突破40击杀 41了 41 跟54还差点 51是全场的最高击杀 54就别太想了吧 他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保证队伍胜利才是最关键的 对 我觉得是这样 现在双方开始把TD当爆破来打了 开始卡点 对 现在每一个击杀都很关键 嗯 你看那论坛上1505楼说 从第一季到第三季都没有拿过CDK 那你是有躲背啊 我们放出这么多CDK 有点手慢了 那么如果你是非常这么执着场CDK的话 你可以紧盯我们的电视屏幕 我们会在直播当中呢是滚出CDK 嗯 对 你就不用看比赛了 就看CDK就行了 这个绕架偷机不成反118米啊 乖卡 127比132比分野 哦 林肯德这个头啊 剩4个 我也要林肯 林肯自己刷吗 冲出来了 冲出来了 还有三个去刷 好的 哦 这波的话 贝斯在关键时刻的三下 把全场比赛自己发挥 腿式的这个弥补 全弥补回来了 我就说贝斯很不错吧 全弥补回来了 全弥补回来了 你这个好 好事后祝格亮啊 他肯定是有事 六个分 六个分杀 六分的分杀 好的 8分 行 妥妥的 那这样的话就很稳了 是 140之后就 70 哎 看来 IG这边 哦 这样的话应该是已经是 无法阻挡这样一个势头 NICE一个人冲到了敌人的家中 好激动啊 哎呦 146 146 146 很难了很难了很难 这个比赛应该已经结束了 嗯 看最后一个技杀是谁的 最后一个技杀 马哲的 18 好棒 恭喜 恭喜 好棒 好棒 by bwd6 好那么双方的第二阵比赛已经结束 这场比赛非常的扣人心弦 一度是IG的领先 那么在中后期的时候 事实上是倾城有领先优势 但是还好在最后的这个时刻 关键咬住的时刻 IG还是把比分给扩大到了8分 然后在最后零进到150分差的时候 就赢得了最后比赛 所以说其实整场比赛 你会发现这场TD特别有看点 就是在于双方见招拆招 是因为它不像传统的TD 就可能说我们被打回去之后一定要冲出来 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思想和战术 在里面执行的 对 尤其是这个绕架 然后我去打负面 然后我去控制防 我放弃主导等等 所以就是说他们打的一直都很稳 是有枪法有智慧的一个打法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那么本场比赛打完之后 18是完成了47刹 非常出色 占了全队的几杀数的三分之一 而且它其实是在顶着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高 也不是说你顺风的情况下你打 而是逆风的话去打这样一个比赛 它并不是说这场比赛完全稳赢了 我看到这个18的D视角 如何创造的 这边是solo的D视角 solo也打出过非常精彩的连杀 三杀 四杀 这场的连杀好多啊 70 这个应该是70的边桥 我们发现70的狙击在边桥真的是非常有节奏啊 这是放倒了对手的狙击手马哲 哎呦 这梁子结大了呀 单从狙击的发挥来说 70的狙击手马哲 还是非常的给力的 尔码这边稍微差一些 不过18的这个表现非常强眼 其实是18 确实是18平台一起之力 硬生生的是把局面给咬住 最后是拖到自己队友全部发挥的时候 一起拿下来比赛 而且他是拿到了最后一个击杀 好 我们这边微博的话 网友留言留言说这个牛哥我好伤心啊 刚刚我是截了图的 一击动手一抖没保存 好悲情啊 其实刚刚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 在这个我们香蚊一滴滴结束之后呢 马哲也是这个非常就是 大输了一口气 而且他是摸了一下这个18的脑袋 就非常的开心 说终于是干活了 非常不错 那么接下来的话 RT俱乐部将和辽宁清城呢 是展开最终站的一个较量呢 是在鹰眼这张地图之上 也是我们的这个爆破模式 终于来到鹰眼了 终于是来到最终站了 因为我们昨天一天的比赛 是没有打第三张图 没有打 这张图简单说说嘛 是吧 这个比较复杂 然后地图很小 很小还很复杂 出了名的小地图 然后A大道这个地方 基本没什么掩体 所以冲A不是明智的选择 然后中间那个没有跑进 所以一般都会围绕着B来打 没错 然后看一看情况吧 而且这张地图上如果双方打的话 肯定也会是火兵的很激烈 对 就基本上也许会卡点半天卡的不大 但只要一交火的话 可能只有不用几十秒 就能结束战斗 所以这这这种比 就这张地图上面 对于我们解说的 两次队伍 怎么了 是你要说什么 现在又是我们又有个好笑 就是一会呢 我们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 但在此之间的我们依然会 不停的把CDK呢 是发挥到我们的滚平之上 是的 你要脑哪样 赶紧让我们先上 一张地图